上回收说的伟小宝,尤达上书房出来,跟多龙分了手,回到自己的屋中。 方宇等得十分着急啊,见面就问:"贵大哥,贵大哥。 哦,不是问我啊,你流师哥的事儿吗? 还没查出来了,对不起。 宫中的侍卫们说了,没抓到一个姓刘的。 多谢你了,贵大哥。 不知道,是不是让宫中的侍卫杀了呢? 他冒充姓夏,吴三贵的女婿姓夏,流师哥呀,他一定会招供,说这个姓夏的,是他的叔叔。 嘿嘿,那你,那你不是成了大罕见吴三贵的亲戚了吗? 小信主赶紧在旁边搭茬,贵大哥,那是假的。 假的? 嘿嘿,方姑娘要真想当吴三贵的亲戚。 我看也做不成了。 你那个流师哥就想逃出宫去,他在外边想你,你在宫里的想他。 这一辈子你想我,我想你的,你对情歌情姐儿见不着面。 那可难熬啊。 风仪脸上又飞于红。 你说,我怎么能在宫中带一带着呢? 我告诉你,这姑娘们一进了皇宫,没有出去的日子,就像你长得这么兴花碧月的。 我小贵子一看,就想请你做老婆,要是给皇上看见了,非放你皇后娘也不可。 方姑娘,我劝你了,别讲你挺牛的,啊。 还是,我劝你见皇上,让皇上封女皇后娘也不跟你多说。 怎么听你每一句话都让我生气啊。 尾小宝一笑,就把手中的字条给了小郡主。 哎,小郡主,你念你的字条。 小郡主接过来。 高升茶馆说明优劣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? 尾小宝明白了,这是天敌会的人让我去到卡果相会。 他嘴里就笑着说,"嗯,你还小郡主呢,还目的是这后人呢,连殷列转都不知道。 谁不知道啊,殷列转我当然知道,那是太祖皇帝蒙新开国的故事。 那我问你,有一回书叫沐王爷三见定云南,贵公共双手抱佳人。 你听过没有? 呸,我们前年王爷,平定云南? 那幽里转东,当然是有的。 什么贵公共双手? 双手的。 你说,贵公共双手抱佳人。 有没有这么一回事? 自然没有,要是你编出来。 咱们可打个赌啊,如果有怎么样,没有怎么样。 用一转的故事,我可听熟了。 没有,赌什么都行。 方师姐,没有他说的事,对不对啊? 方姨没有回答,尾小宝撑着一下上了床,连鞋都捐到被弯里了。 正好睡在两个人中间,左手搂着方姨的头,右手抱着了小郡主的腰。 我说咬,叫咬吧。 方姨和莫建平同时一声惊叫,来不及躲了,让他牢牢的抱着。 小郡主伸出腰手,把他一推。 尾小宝借机会撤过头去,伸嘴就在方姨嘴上吻了一下,真香啊。 方姨刚要挣扎,伸得微微动,胸口从那股疼的地方受不了了,他左手翻过来,啪啊,就给了尾小宝一个耳瓜子。 黑头,毛傻千封,毛傻千封了,一咕咯从那肺窝里跳出来,抱着小郡主也亲一个嘴儿。 一样的鲜啊。 哈哈哈哈哈哈,不好意思,上到报家门,他乐着,取了衣包,笨出屋子,把门就反锁了。 尾小宝住的地方是在前清宫西边,南户南边的御膳房旁边,望北呢,绕过仰心殿。 然后再向西,过西三所,远华门,寿安门,望北,过着寿安宫,幽华殿之色,转东过西铁门,望北,就出神武门了。 这个神武门是紫军城后门。 他一出神武门呢,就算出了皇宫了,就直接奔着高升茶馆来了。 他坐下,茶馆的火气泡上茶,他一看,高眼超来了,冲得使得眼色。 尾小宝点了眼头,他假装呢,喝了几口茶,然后在桌上搁了一千云子。 这一回说,没什么意思。 他慢慢的就出了茶馆了。 微头一看,高眼超就在拐弯的地方那儿等着呢。 尾小宝过去了,一看这一本两顶轿子。 尾小宝坐着一顶轿子。 高眼超让人抬着轿子,在后边跟着,跟着拐了一个弯儿。 然后高眼超也坐着轿子。 叫做见不如飞,走了一顿半的工夫停下来了。 尾小宝一看,这儿有一座小小的四合院。 他下个轿子跟高眼超进去了,一进大门,就瞧着天敌会的兄弟们融上来了,给他躬身实礼。 尾小宝一看,其中就有那个宿主的钱老板。 哎,钱老板,我问你,你到底真行大名啊? 不敢。 属下确实姓钱,名字叫老本,不是老本的本,那是赔本的本。 啊,你还赔本? 就你这么聪明,你要跟着去生意了,我看谁的老本也得让你给转过来。 为乡主,你也太夸我了。 重来人就把尾小宝让到上书房坐下来。 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? 官夫子立刻递过一张大红鱼巾的帖子。 尾小宝几乎了一看,上边柠檬的黑墨写着几行字。 哼,真有意思,这些字儿啊,他们认得我,我呀,跟他们可没交情,哥俩是出此相会,对不起,不认识。 前老板就说了,尾小宝主,这是琴帖,送咱们吃饭去。 那好啊,谁赏咱们这么大脸呢? 小宝主,这帖上写的名字是不见生。 不见生? 是,这是欧王府的小公园。 哦,是花雕福灵珠小敬主的哥哥,正是。 咱们大伙儿都吃饭去? 是啊,他写着挺客气,请天敌会青唐物伟乡主,率同天敌会众位英雄童趣敷衍,今天晚上朝阳门内南斗园胡同。 这回不是杨柳胡同了。 小宝主,在京城里干事,闹酒的地方,得时时更换。 什么意思呢,请咱们吃饭,在酒饭里下了他妈的蒙汉药? 哎呀,这个自古以来烟无好烟,会无好会。 哼哼,咱们吃他给炖饭,在饭桌上纤维火腿过桥米线云南气锅鸡? 那很有啥功的了。 大家伙儿你瞧瞧我,我瞧瞧你,谁也不能说什么。 官夫子说了一句,大伙儿就请伟乡主示下了。 我说众美哥们,不是吃饭吗? 咱们大家伙儿去,兄弟我花钱。 吃完了之后,兄弟们想耍就耍,想玩就玩,这钱我都付了。 他干嘛非得去吃新木的那顿饭呢? 他说话显出他慷慨大方来,其实啊,他是十分的滑头。 去不去赴宴,他自个儿不拿主意。 官夫子又说,"为乡主,您请我们吃饭,跟这件事儿没关系。 沐王府的人请咱们,咱们要不去,不免动了咱们天敌会的威风。 你说该去?" 他问着眼睛挨着个儿的瞧,天敌会中所有的人,就想每个人全都缓缓地点了点头。 ,"好吧,既然大家伙儿都说去,咱们就去,吃啊,喝啊,有道是冰来酱挡,水来土豚,茶来身手,饭来张口,毒药呢,这么咕咚一层咽下去,他妈的,这叫英雄不怕死,怕死不英雄。 吕黎师一看,也真没法对付这位伟乡主。 乡主,我们大家伙儿也商量了,沉得流点神,恐怕也不会让他们一网打尽吧。 你吃鱼我不吃,你喝茶他不喝,咱们大家伙儿商量着,观察着办,总得查出点意思了。 如果咱俩不去,可真惹人笑话呀。 就这样,大家伙儿商量好了,到了身排时分,韦小宝把太阶衣服脱了,又打扮成公子哥。 仍然坐着叫的,在大家伙儿的簇拥之下,就奔着朝阳门礼,南斗眼糊涂。 伙儿小宝心说,呵呵,有意思,我每天在皇宫中,日日夜夜提心吊胆,就把那老表子杀我。 那次我倾堂我的乡主,既逍遥又快乐。 不过师父说呢,让我在宫里面打探消息,躺着我自个儿出来,只怕这乡主也不让我做了,而且这条小命也不保。 他摸着在里头老表子杀我出来,我这小命也不保。 干脆咱们哪,骑驴看畅门走着瞧了。 这个南斗眼糊涂大约在二里之外,轿子刚停下,就听见鼓乐丝竹的声音。 韦小宝驴下叫着,又听着一阵唢呐吹奏,起起吧吧,怎么这么热呢? 这时候,一座大宅园的大门开了。 十几个人,衣冠齐楚,站在门外迎接,当中的儿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,身材高瘦,英气勃勃。 冲着韦小宝身识一礼,在下沐献声,多迎伟乡主大心啊。 韦小宝这些日子结交官府贵宦,对这种场面见得惯了。 长言说得好,居一气养一体,他每天跟皇上做伴,什么亲王啊,贝勒呀,上司我将军,老见面,他就不当成一回事儿了。 所以说,他年纪随小,自然而然的,依然有了一股威严的气象。 沐献声名气随大,但是他也大不过康亲王、吴应雄这些人。 陈玉伟小宝这事儿躲了独手,小宫爷多礼了,菜下可不敢当了。 他一看这个沐献声,他的面容跟他的皮肤跟眉目之间还真有点像这小郡主。 沐献声早就听说了,天敌会在北京的首领,韦乡主是个小孩子,要听白寒风说,这个小孩子武艺非常低,而且油嘴滑舌,是个小流氓小破皮。 可能是啊,他仗着的师父是陈进南,他才当了乡主。 没想到今天一见着韦小宝,只见着神色镇定,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,心里说,这孩子可能还真有点门门道道的。 啊,韦乡主请。 韦小宝毫不客气,迈步走进去,就在客厅中坐下来。 这个女子很漂亮啊,胡断着一套,放着紧帝。 落手之后,那个圣守军事苏刚,还有白寒风,以及沐王虎十几个人都垂手势力,站在沐献声的背后。 沐献声就跟天敌会的人一一通了性命,又说了一些客气话。 天敌会的人一看,这人沐家的小宫爷倒也没什么架子,看起来还堵着江湖上的规矩。 家人们献上茶来,跟着大厅口这儿鼓乐手又奏起乐来。 这是迎接贵定的隆重礼节。 沐献声吩咐一声,开心。 这样,陪同住人走进院厅。 手下人就把上边这个大厅门关上了。 尾小宝一看,当中的一张八仙桌子。 上面披着绣花的茶围,下边是两张桌子。 摆设的器皿,虽然没有康亲王府讲究,但是也不错了,很精致。 沐献声微微微躬身,尾小宝请您上座吧。 尾小宝心说这个局面,我当然上座了。 不过,我还是别气了,咱们客气点啊。 尾小宝心说这小子说话,我怎么有点听得懂啊? 可是尾小宝说着,他就在上手坐下了,沐献声只好在下手主位相为。 等大家伙全都坐好了。 沐献声说了一声,哎呀,有请师父。 苏刚跟白寒风进去,陪了一位老人出去。 沐献声立刻起身相迎。 师父,天地会清武堂伟乡主今天大驾光临,给足了咱们的面子。 然后他又跟尾小宝说,尾乡主,这位刘老师父是在下的寿业恩师。 哦! 尾小宝站起来了,抱拳拱手。 久仰久仰。 他一看这个人身材高大,满眼红光。 这白护心稀稀拉拉的,看岁数七十开外了,不过精神饱满,酸目有神。 老人看了一下尾小宝。 天地会,近来好大的名头啊! 果真是英才辈出,尾乡主,如是少年,真是武林中的英才,是个奇才啊。 哎呀! 虽然说,这老小的七十多了,中期还挺足的。 不算,是少年,不算。 只不过不是英才,更不是奇才,其实啊,是个蠢才。 那天我让白师傅扭住了手,我都动不了啊。 我闲闲,我的妈都叫出来了。 在下武功,轻松平躺。 哈哈哈哈,可笑。 大家伙一听,这位尾乡主什么毛病啊? 双方的人都觉得非常奇怪。 这白寒风的脸色都更十分古怪了。 这个老人哈哈大笑。 尾乡主,性的爽直,果然是英雄本色,老夫有三分佩服。 三分佩服? 太多了,有他妈的一分半分。 哎,不把我在下当成小叫花子,小肥猪,小猴,也就差不多啊。 这个老人越听越奇怪,但是脸上又不能带出来。 哈哈,尾乡主,戳笑了。 权真道人,赶紧过来,给插和开了吧。 哎呀,老前辈是威震天难,武林中仍肯铁碎苍龙的流老英雄吧。 不错呀。 权真道人,权真道人,权真道人,气里多了。 我还没通明呢,他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。 看起来,沐家这回是打听得十分全面。 这个柳大红成名已久了。 听说当年,沐天坡对他非常敬重。 将军打平云南,这柳大红出船里,救护了沐氏遗宫。 这个沐小公爷就是他亲传弟子。 看起来,沐王府除了沐建生小公爷之外,柳大红就是第一号人物了。 柳老英雄,您当年陆江捉三霸,腾冲杀清兵,侠民传聚天下,江湖上好生小子设计老英雄来,是人人敬仰。 哎呀,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,还提着干什么呀? 尾小宝今说,提着干什么? 我们这玄珍道人一夸你,瞧你得意那样。 小公爷说话了。 师父,我们老人家陪尾乡左坐下。 好好好,柳大红呢,就在尾小宝身旁坐下。 这张八仙桌,往外边一边呢,是空着的。 上推手是尾小宝、柳大红,左边呢,就是天机会。 官夫子他们这些人,要不要下手呢,做的是沐建生。 上座了,还是没人。 天机会的人想,这个沐王府还要请出一个什么厉害人物呢? 就听沐建生说。 哎呀,扶徐师傅出来坐着,让这位朋友见了,也好放心。 苏刚答应说是,就从里边扶出一个人了。 天地会的人一看传闹。 齐桑招着,齐桑招! 原来这个人正是八比元侯徐天川。 只见他面色蜡黄,东腰曲背。 看起来伤还没太好呢,可能跟生病没什么关系。 帝兄们全都围上去,全都问好,非常高兴。 小公爷指着自己上手的座位。 徐师傅,请这边坐吧。 齐桑招走到伟小堡深田,赶紧攻身行礼。 美项主,你好。 啊,齐桑哥你好。 我看近来的高热生意,不大发财吧。 哎,简直没生意。 属下给吴三桂手下的走狗掠走了。 小亲属于老命。 性蒙木家小公爷和有老英雄相就脱险。 天地会的人全愣了。 万也没想到,是吴三桂手下人办的事儿。 伟小宝就问。 真的? 是吴三桂手下人办的事儿? 是啊,江总。 那批汉奸闯进回身堂,把我捉走了。 那个努力疯狗贼臭骂了我一顿,把一张高热贴在我嘴上,说饿死我的老侯。 大家一听,吴一封在内,徐天川说的错不了了。 徐天川就告诉伟小宝。 想说:"要不是沐家小公爷跟刘老英雄相就,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 伟小宝瞧瞧瞧,顾见声。 嗯? 看起来小公爷惊命得很啊。 他嘴里说完这一句,他下文没有了。 沐京生瞧着这儿,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 伟小宝琢磨什么呢? 这个小公爷是不是琢磨出来? 他就徐天川。 他妹妹在我这儿呢。 哼,让我放他妹妹。 我假如不知道,我听见了,有什么话说。 徐天川,你给白二侠打得重伤,他手上的劲儿可厉害得很。 也活得了吗? 能不能归天呢? 想说:"白二侠当日手下留情,手下僵养了这么多天,眼好多啊。 白横丰气坏了,领着眼睛呛痕痕地看着伟小宝。 伟小宝啊,假装什么都没瞧见! 时间不大,酒燕摆上来,菜肴是挺丰盛。 天地会的人,一来看徐天川、徐三哥是他们救的。 二来,这在座上又有柳大红这位大名鼎鼎的老英雄,就知道沐先生绝不会让首席人下毒了,所以大家伙是酒到杯干,开一回唱歌。 柳大红喝了三杯酒,用手一缕胡子。 众位老弟,我听说贵贵在京城直立,只为罪尊的是伟乡主吧。 不知道,这位小老弟对待我双方的纠葛,能不能有所担当。 柳大红这话说得非常明白了,在北京直立一带天津会主持事务的就是你这位伟乡主了。 现在,沐王主跟天津会这双方的纠葛,徐天窗人给救下来了,但是白老大已经死了。 你卫小宝又该怎么处理这件事? 天津会的人都捏把汗啊,是说你这位伟乡主行吗? 到底卫小宝如何处理,下回再说。 没关系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